进入7月,新疆迎来旅游旺季,在喀纳斯、塞里木湖等热门景区,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。 盛夏的喀纳斯湖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景游玩。 景区增加了区间车频次,同时对经营户在餐饮、住宿、租车等方面的经营行为进行严格管理,确保游客玩得舒心。 喀纳斯景区还引进了大型沉浸式互动歌舞剧,让游客可以在晚上品民俗看表演。 在那拉提景区,游客们赏美景品美食,感受空中草原的独有魅力。 目前,塞里木湖景区日接待量可以满足2000人住宿、万人就餐。 据统计,7月以来,塞里木湖景区日均游客量达2万人次左右。